据报道 美国计划在所谓民主峰会期间 推动与会各国就未来互联网联盟达成共识 报道称联盟旨在建立以美国为标准的互联网秩序 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指出 这是美方将民主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的又一例证 美方推动建立的所谓未来互联网联盟 是美国分裂互联网谋求技术垄断和网络霸权 打压别国科技发展的又一例证 美方企图将自己设定的标准强加于人 限制剥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发展互联网的权利 阻碍各国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红利 汪文斌指出 所谓联盟其实是新平庄旧旧 以民主为借口 对早已不得人心的清洁网络计划改头换面 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美方口口声声要打造开放的互联网 做的却是制造对抗 割裂互联网的行径 互联网的未来不应也不可能由少数国家操控 中方反对将科技合作政治化 以意识形态划线 搞排他性的安排等做法 这不利于应对共同挑战 促进共同发展 对科技创新有百害而无一利 汪文斌强调 事实再次证明 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无关国际公益 而是服务美国私立 无关全球民主 而是维护美国霸权 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政治操弄 只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总台邮事记者 北京报道